湯家驊已經用民主運動最黑暗的一天 去形容人大決定?又玩食指? 他說,題委會不可能代表中產和打工仔 好心,不要混淆視聽啦 第一,題委會的選民基礎如何擴大 還要再談,你怎知代表不了先 第二,就算現在的選委會也有633個選委 也有過半數代表中產專業和地區 究竟湯大壯,你是不是不懂計算? 說起火都來,那些泛民很誇張地說 一定否決政改,你們有沒有問過500萬合資格選民? 未問過選民,又未談細節 就出來大叫否決,那是民主嗎? 麻煩聽張玉成說,用你們的智慧去找個最好的方案更好 拜託,不要再鬥氣,給一票香港人啦